各位同学好 现在要进行的是统计学系列课程 历届考题赏息 那么这个单元我们介绍 判定系数的求法 这个题目是英文出题 是淡江经济研究所的考题 那么我们来看看题目的内容 他们题目内容是说 The Falling Data 就是说这个部分 他以下的这个资料 是什么呢 Demand for Apples 这是对于这个 苹果的一个需求 那么叫做Y 这是苹果的需求 那么In KG 就是公斤 这是公斤数 那么这个是Price for Apple 是什么呢 X 他指的X就叫做价格 这是需求 然后In Pence per KG 那么我们现在有几笔资料呢 有十个资料 这Ten Difference Markets 都是指的是 在市场上的摊位 他们去抽出来的结果 X跟Y 那么现在他要问我们什么呢 有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这个就是SYY 这是SXX 这是SXY 那么这其实啊 这个题组 就是帮助我们解答后面的题目 那我们就依序的按照这个方式来做解答 那么现在首先 这个是一个原始的资料 我们必须要按照过去的经验 先算X bar 先算Y bar 再算Sigma X平方 就是他们每一个平方的总和 还有Y平方的总和 还有X乘Y的总和 那么最方便的方法就是 我把这个资料复制 然后贴到了Excel里面去 然后再来就是做计算 那么就会很方便 那么现在为了这个篇幅跟时间的关系 我就把它计算的结果 列在我们的旁边 那同学可以参考一下 我已经把这个资料已经算好了 这里是X 同学可以参考一下 999170 我把它改成直的 这个直的话也很简单 我们复制到了Excel里面去了 以后我们再贴上去的地方 我们要记得要采用的是 选择性的贴上 然后再加上的一个转置 你们选择转置 它就会改成直的 那这个红色的部分 是它的平均数 这就是X bar 这是Y bar XY是这两个相乘 叫做XY 这两个相乘 叫做这个 这个各自的相乘 数字都因为蛮大的 所以我们应该是采用的是 Excel算起来比较简单 那么这个数字就是总和 这个也是也是总和 这是X square X的这个加上的这个符号 这个位置的符号 就是代表的是 它的平方 99的平方就是9801 Y的平方 就是22 22的平方在这边 这是总和 好 那现在我们可以算一下了 第一个的话呢 是Y减Y bar的平方 那就是什么 我在这边计算好了 SYY 怎么算呢 它就是 我们写的比较简单一点 Y平方 减掉N 乘上Y bar的平方 这个总和的平方 在这边 这边是5884 我这边就写 5884 减掉几笔资料呢 10笔资料 那么Y bar是多少 Y bar这边算出来的结果是 24.2 的平方 我这样子算好以后 来我们按计算机 24.02的平方 乘上10 然后再被5884 来减一下 这边是 27.6 第一个 第二个 这是算的是SXX 也不麻烦 因为只要我们这个表 列出来了以后 其实题目就变得很简单了 这边是X平方 减掉N 那这边是X bar的平方 来我们看看这里边的 X的平方 这边是61999 这数字很大 61999 减掉10倍的 X bar X bar在这边是77.3 77.3的平方 那么一样 计算机要按一下 计算机按一下是多少呢 2246.1 2246.1 再来就是算XXY了 这个其实都是一样的 这边是X乘 这个是取代XY 减掉 这边N一样 这边平方就会变成X bar Y bar 那么我们再来看 从这边来看 XY这边是18563 减掉10倍的 这是X bar 是77.3 乘上多少呢 24.2 这个我们算出来 起来这边好了 这边是 负的143.6 那么各位同学 你要知道 第一大题就解决了 第一题就是我们 这个就是三个答案 一二三 这三个答案 好 那现在我们再做第二个部分 他们假设说 Y是Alpha加BetaX 再加上这个叫做Epsilon 就是所谓的误差 那么OLS Estimator of Alpha and Beta 是什么意思呢 OLS的意思就是 Ordinary Listed Square 就是我们的一般的 就是最小平方法的方式去算的 那么最小平方法的方式 我们早就已经算过了 这个Beta是多少 来我们这边写一个2 这个Beta 我们算的这个Beta 就是所谓的BetaHead 估计的值 BetaHead是多少呢 这个是上面叫做SXY 下面是SXX 这个只要多做题目 就会熟练了 SXY在上面是多少呢 在这边是负的 负的143.6 底下的SXX呢 在这边 2246 2246.1 来我们要计算机要按一下 算出来结果是多少呢 负的 我这是负的 负的还蛮小的 负的0.06 393 好 我们算出来了BetaHead以后 当然 这个Beta算出来 当然Alpha也要算出来 AlphaHead是怎么算的 AlphaHead是就是 YBar 减掉 BetaHead乘上XBar 这个是 我们固定的算法 YBar是多少 YBar这边已经算过了 24.2 减掉BetaHead 这个地方是因为它是负的 所以负负得正 0.06393 这数字很小 再乘上一个XBar XBar是77.3 好 我们算出来多少 算出来是 29.142 这个是 长 没关系 我们就算 记录长一点 好了 29.14202 好 这就是我们的什么 Alpha and Beta的一个估计值 这是先算Beta再算Alpha 所以第二题我们也解决了 现在它要问的是 R Square 它要我们算出R Square 然后interpret your result 叫我们去做的是一个解释 其实R Square 同学的话 如果看到我们前面的解释 应该都知道了 那么我们先算出R Square再说 要算R Square的话 先算SST SST 告诉各位同学 不用算 因为它就是SYY 那是多少呢 它就是27.6 它就是27.6 这个容易 再来我们要算的是什么 SSR SSR 好不好算呢 其实不难算 它就是 我们有了一个BetaHead平方 再乘上SXX就可以了 BetaHead平方 这个要计算一下 这是多少 正负都不重要 我们就还是写好了 BetaHead是 0.06393 的平方 再乘上什么呢 SXX是 2246.1 那么我们计算一下 是多少 这个计算机 按一下就可以了 是等于 9.180784 这个还没有算完 我们还要算的是什么 SSE 其实SSE的话呢 顺便算给各位同学好了 SSE就是 SST 减掉 SSR SST是 27.6 SSR呢 是 9.180784 好 我们算好了 没干净一起算 这等于多少呢 18.41922 这都是计算机要按的 好 我们算完了以后 最主要是 R²就出笼了 R²是什么 是SST里面的 SSR 所以这个SS1不算也没关系 来我们算一下多少 SSR是 9.180784 其实不用算到这么多位数了 但是就算没关系 因为都跟着一致 这是27.6 这个我们采用的是 百分比的写法 这边是0.3 我们就写成 33.26% 这就是R平方 R²的意义是代表的是 我们这个 OLS 就是我们这个模型 它的一个解释的能力 这个R²的话呢 当然是越高是越好 就代表的是 解释的能力越高 这就是我们 解决这三个问题的 一个固定的解法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